虽然是双方展开了谈判 但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攻击 是更加的猛烈 首都基辅近郊 还有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都遭到俄军的炮火的袭击 在局势焦灼之际 乌克兰决定要申请加入欧盟 而这个举动将会激怒俄罗斯 也为接下来的战事发展增添了变数 俄乌谈判已经开始 但是俄军攻击乌克兰的炮火不断 甚至更为猛烈 首都基辅市中心与东传来 多次巨大的爆炸声响 第二大臣哈尔科夫也受到一轮猛攻 造成一名女性平民死亡 另外有31人受伤 在局势越来越胶着之际 乌克兰解除为时36小时的宵禁 民众纷纷上街抢购物品 架上的商品很快被搜刮一空 而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也做出重大的决定 正式申请加入欧盟 要求透过特别的程序 立即获得成员的资格 但是欧盟官员指出 加入过程需要好几年 并不存在所谓的快速通关程序 而这个举动一定会激怒俄罗斯 在第一轮的俄乌谈判结束之后 双方代表各自返回 预计近日将举行第二轮的谈判 在此同时西方对于俄国的制裁 也没有停 一向保持中立的瑞士 打破一贯的立场 加入制裁的行列 将冻结普丁以及俄国高官的 个人资产 另外对普丁施压的动作 也燃烧到运动界 国际足球总会 以及欧洲足球总会 发布联合声明 表示由于俄国入侵乌克兰 将禁止俄国国家队 以及球队参与所有的国际赛事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俄罗斯国内已经感受到 制裁带来的巨大影响 卢布大为贬值 一般预料如果战争持续 俄罗斯可能会撑不下去 但是普丁是否会在 逼到死角时 做出残酷的报复手段 是西方国家 目前最担心的发展 记者综合报道 乌克兰首都基辅 目前是遭到了 俄罗斯部队的围城 因为物资的短缺 所以购物民众 必须要在大卖场 还有超市外面排队 像这样刚刚看到 排得非常非常的远 这排队至少要 40分钟才能进去 不过根据CNN的记者 在现场观察 基辅民众现在 还是很有秩序 很有耐心的排队 而且有信心 会击退俄罗斯军队 乌克兰驻美国大使 在美东时间28号 向美国国会议员 请求更多的援助 控诉俄罗斯 以弹道飞断攻击乌克兰 同时还使用了 日内瓦公约 所禁止的炸弹支付 也就是真空弹攻击 但他再次的强调 乌克兰是不会投降的 我们将会击破坏 所以我们将乌克兰 写在方向美国 是大量的 但是我们乌克兰 我们抗议我们 在我们家 我们没有任何其他 选择 我们不会脱 我们不会停 我们不会拒绝 我们不会继续 在我们家 面对俄罗斯大军的进犯 乌克兰国防部呼吁民众 用自制的武器来保卫家园 而现在更直接在脸书上 发布图文的说明 告诉你说你怎么样来做汽油弹 而且面对了俄军的军队的时候 你该瞄准的是哪一个位置 来丢汽油弹是最有效的 透过了乌克兰国防部的图解 民众都可以了解制作汽油弹的步骤 还有俄国装甲车跟坦克的弱点在哪里 乌克兰各地的民众 则是大量的收集瓶瓶罐罐 全民一起来参与抵抗俄军的行动 还有酒厂宣布停止酿酒 要全面的改生产汽油弹 来提供给民众的使用 看到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有人就拍下了俄军坦克 因为就是煤油停在路边 结果遭到了乌克兰人嘲讽说 你是煤油了吗 要我帮你拖回去俄罗斯吗 甚至还有外媒记者拍到了 俄军到乌克兰警局 借燃料的事件 台大仁医施警中 他就在脸书上po文了 他说看到了俄罗斯的坦克车 开到都没油了 向乌东警局来借油 被俘虏的新闻 还有当俄军被问到说 你要去哪里的时候 居然回答说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基辅吧 他心中觉得很敢看 说这次的战争大概只有普丁 跟他周围的那些人想要打罢 俄国民众跟那些大兵们 应该一点都不想打仗 而施警中他也说了 当他经过的台北101 看到了乌克兰的国旗的再次出现 旁边还有一句peace和平 他内心真的很希望 和平可以早日的到来 他说虽然是敌人 但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真的是希望世界和平了 俄罗斯强硬的入侵了乌克兰 全球反战的声浪是越高的 去高涨 而网友力挺乌克兰 到Google Map上去对抗 对俄罗餐厅 还有景点留下一心的评论 而且大喊说停止战争 网友就表示说 这个普丁发动了战争 你的邻居被俄罗斯军队 被集中丧命 俄罗斯人必须要阻止这一切 那么我就会去用餐了 这看到还特别到他们的餐厅上 去给一瓶的评论 不过我们看到 俄罗斯大举入侵的乌克兰 而卫星图看到 我们这2月28号昨天 卫星就显示了 俄军正开往基辅 这个车队密密码 密密码长达有64公里 而且美国官员看到 这个表示说 其实看到这个基辅 会这么长 而且整个战事线路胶着 但是乌克兰总统 伦泽斯基 他在坚决要坐证在基辅 跟居民齐心合力来抵抗 让他的民调现在支持度 是要升到了9成 一个总统的支持度 要升到9成 对此有欧盟的官员透露说 其实伦泽斯基25号 在跟欧洲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开会的时候 因为通话的时候 他所在的这个位置 突然遭到了攻击了 让他不得不中断他的电话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说 有一个欧盟的官员指出 这个连者时期 他在25号 跟米歇尔进行通话的时候 疑似是遭到了攻击 所以他连忙叫了 对方的名字三次 他说查尔斯 查尔斯 查尔斯 然后他就说 我要挂电话了 我们正在被攻击 随后他就挂了电话 前往安全的地方 米歇尔对此就感到 非常的佩服 现在为了要达成 乌克兰的斩首行动 来看到普丁怎么做 传出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已经从瓦格纳集团 雇用了超过400人的 私人武装部队 要前往乌克兰 暗杀总统泽伦斯基 还有其他23名的政府官员 而且这支的部队 其实很早就准备好了 根据了解 是在去年的12月 就已经知道说 普丁即将要侵略 乌克兰的计划 而这个瓦格纳集团 底下雇用的 这个佣兵 可以说是恶名昭彰 而且能写的程度 被外界视为 根本就是杀人机器 现在包含的 教宗方济各也都说了 发动战争者 真的是忘了人性了 不过我们回到台湾来看到 因为现在 双方的紧张的情势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说了 国人自乌克兰返国的时候 是可以免持登机证 那么前往PCR阴性证明就可以 但是有10位国人 因为他们没有拿到了PCR证明 结果被阻止上机 滞留在土耳其 来看到庄人想说 都是撤侨做 就看到说要紧急的协助个案 那么抵达台湾是免法则 但是为什么 这些留学生他们就说了 他们撤侨觉得政府是做半套 因为像是这个Simon 就被他没有拿到证明 所以怎么办 就被滞留了 这 Hist锂нико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